原标题 苗刀真的是由日本刀演变而来 它和看过密器七家刀有何渊源 苗刀是中国冷兵器时代先进兵器之一 创始于其汉初年 苗刀最伟之系的传承 是由汉还手改编 未进玉刀随唐离刀 离刀并出现了弧度 这已经是近代苗刀的形状 宋代又称为玉刀 一直以来为皇家御林军切牛尾 与林尾所持 别名气刀长刀切牛刀 刀饼配皇家专用龙凤环 彰显皇家为夷 而苗刀在明代就有玉林军刀之称 足以看出其传承关系 唐刀四至中 一刀是唯一没有争议的 苗刀苗刀中国传统刀剑中具有很高的地位 其至是源于还手刀类 后由七级光江西扬名 其刀身修成形似和苗 所以被称为苗刀 所以明代石打击窝后 观修明史日本传里说 大底真窝十之三 从窝着十之七 嘉靖石路里也说 盖江南海警 窝居十三 而中国叛逆居十七 日本刀杀伤力巨大 非一般兵器所能抵挡 七级光以日本刀载进成七家刀 大破倭寇 同时因倭寇刀法协力 明代民典武术家 对日本剑刀产生浓厚兴趣 通过对日本刀法参考 并结合中国武术自身 出现成东游的单刀法选和七级光编写的新有刀法 从此中国双手刀技又开始出现 苗刀在这时有了刀法 开始全军重视 最重要的就是苗刀抵抗北方蒙古骑兵 从苗刀刀身微弯 比武士刀更长结合中国人体制的刀法中 可以看出这就是明代士兵与蒙古骑兵作战 结合了枪术 可以马上冲刺的效果 可以说明代以前苗刀 就是作为皇家卫士专用 在明代时因为刀法的引进苗刀 真正的应用到了战场 自此苗刀杀敌之国 斩将千奇 在以刀法挥震滑下 不过经过几百年变化 苗刀刀法已经脱离了许多日的元素 成为中国特色武术一部分 七家刀七级光 以日本刀也进的七家刀 大多为单手持 这是为了配合一手拿盾 百渊弹古碟镇 可以说七家刀是苗刀的一种 但是要说苗刀起源七家刀 这是无稽之谈 清朝民间苗刀技术低迷 但没有失传 民国民间苍州武术家刘玉春 将中国这类长度一百二十到一百六十 刀身形四合苗的刀 统称为苗刀 这是北洋政府曹昆官方认可的命名 而刘玉春传承下来的苗刀刀法 毕竟几百年变革 是为一路苗刀 以完全脱离日本刀技风格 后来齐高途郭长生结合通壁绝技 创二路苗刀 并且流传至今 民国开始 苗刀再次的武术界朝气蓬发 因得日本剑岛重视 直到后来一九九一年 中国武术团访问日本 因日本剑岛强力要求 郭瑞祥表演家传苗刀 荣获金牌 引起整个日本剑岛高度重视 至此日本剑岛多次邀请中国苗刀高手切磋实战 然而日本剑岛败多胜少 总的说来苗刀过程是这样的 汉还手刀未进玉刀 唐一刀名誉林军刀苗刀 而苗刀的一种七家刀的过程是这样的 汉还手刀唐大刀武士刀七家刀 日本武士刀 日本武士刀本就结合汉刀 唐刀的冶炼技术 这是不争的事实 日本刀刀刑 与日本早年仿制的唐大刀形状 基本无二 中国苗刀自古有传承 自然不能说苗刀是来自日本武士刀 苗刀刀法源自日本 七家刀源自日本 这倒是事实 中国宋代的确失传了双手刀法 明代的确参考并融合了日本刀技 但是经过几百年变迁 已经成了中华特色的武术技法 与日本剑道区别明显 可以看出苗刀的基本定型是在明代 并广泛推广使用 明代名玉林军刀 它刀身修长 共无尺 尖有刀 枪两种兵器的特点 且可单 双手变换使用 林阵杀敌 威力极大 非一般兵器可比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